在神话传说中 佛祖存在于九天之上 仙人也可以腾云驾雾 就连道士都能遇见飞行 由此可见 飞行对于想要得到生仙的人来说 算是一个必备的能力 而这数千年来 人类对于天空的追求也从未停止过 虽然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借助飞机 这种交通工具 翱翔于蓝天之上 穿越于五周之间 但这和神话中的飞行 还是相差甚远 而今天 老烟斗鬼故事节目 所要讲的正是这么一件 匪夷所思的飞行事件 事情发生在1977年7月27日 这一天 住在北高村年仅21岁的王延秋 在地里干了一天的活 感到十分疲劳 于是回到家后倒出就睡 原以为只是一个平凡的夜晚 谁知道了第二天 家人们就发现黄延秋不见了 大家找遍了村子 也见不到他的身影 十天后 一封因为被送错了地址 而被延误了的电报 辗转到了黄家人的手中 这封来自上海的电文中写道 信债黄延秋在上海蒙子路 遣送站收留 往任领 而令人不解的是 这封电报的发报的时间 竟然是在黄延秋失踪后几十小时 要知道 北高村离上海是1140公里 当时乘直快车也需要22小时到达 而且还必须到45公里外的邯郸市 才能搭上火车 那么黄延秋又是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去到那么远的地方呢 回到村子里的黄延秋 面对村里人的疑问 是这样解释的 27日的晚上十点多左右 他就睡下了 可是没过多久 他就被喧闹声惊醒 睁开双眼 面前竟是一副高楼林立 霓虹闪烁的画面 自己正躺在繁华大城市的街头 而清醒后他打亮着四周 发现自己在南京 之后 两个交通民警模样的人出现在面前 交给他一张南京到上海的火车钓 并将他送到站台 还声称他们随后赶到 经过四小时的车程 他到达上海 等他找到车站的派车所 就看到了那两个交通民警在门口等他 随后 他们就将他送到了潜送站 这样的说法 当然没有人会相信 哪有人会睡一觉醒来 就出现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地方呢 黄延秋解释不清楚 村民虽然疑惑 却也无法证实 再加上十年二十一岁的黄延秋已经订婚 家里正忙着为他准备婚事 也无暇多想 于是他神秘失踪的事情 当时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但谁也没想到 只隔了半个月 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再次发生了 9月8日晚上 黄延秋在床上睡着了 半夜感到十分寒冷 睁开眼睛一看 自己赫然躺在离家一千一百多公里以外的 上海火车站广场 与上次醒来的南京不同 现在是午夜一点多钟 广场上人影稀疏 寒风阵阵 黄延秋在上海的街头晃荡着 心中十分无助而迷茫 这个城市这么大 而自己又该怎么回家呢 突然他想到了 上次协助自己回家的解放军老乡吕海生 虽然与对方仅见过一面 但确实他在这个城市唯一认识的人了 可是 他只知道吕海生所住的部队 距火车站约40公里 具体的路线甚至是地名都不知道 当黄延秋正在泛南的时候 当初在南京帮助过他的两个神秘民警 又再次出现了 这次 他们竟是把黄延秋送到了老乡吕海生的家里 吕海生看见黄延秋出现在自己家门口 感到无比惊讶 毕竟自己住的地方跟车站的距离并不算近 而且 黄延秋应该不认识这个地方 其实满心疑惑 吕海生还是很热情地招待了黄延秋 第二天下午 吕海生将黄延秋送上了回家的离车 黄延秋第二次失踪又引起人们的纷纷猜疑 且越传越奇啊 甚至有人说他是小鬼缠身了 他的未婚妻难以忍受精神上的压力 并向相思法审索 申诉要和他离婚 于是 这桩已经筹备妥当的婚事 就这样告吹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 在他离家的同时 房屋的南墙上1.5米处 出现了一行好像是用镰刀刻的字 山东高灯民 高延经 放心字样 村民们纷纷来围观这一行神秘的大字 大家都在不停猜疑 高灯民 高延经 到底是谁 他们和黄延秋的失踪又有何关系呢 但还没等大家猜出个所以然 黄延秋又再次进行了他的神奇之旅 1977年9月20日 黄延秋在大队计完公分 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感到一阵头晕 栽倒在地 失去了知觉 等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在兰州的一家冰丸里 而房间里除了自己 还有前两次帮助过自己的 那两个神秘民警 对方告诉黄延秋 他们的名字叫高延金 高灯民 并且承认之前两次 也是他们将他背到的南京和上海 因为前两次都能安全回家 黄延秋也知道 他们没有恶意 索性十分配合地 跟着这两个可以飞行的人 在九天之内飞越了19个城市 抵达了兰州 北京 天津 哈尔滨 长春 沈阳 福州 西安八个城市 累计飞行一万多公里 而且每到一个城市 几乎都只花了一两个小时 最后他在熟睡中被送回了家 母亲看见他时 已是他失踪十天以后了 在那个落后的年代里 各家都忙着各家的事 村民们对于黄延秋的第三次失踪 也不再深究了 只当做是饭后谈资罢了 事情就这样归于平静 但这却在黄延秋的心中 留下了深深的疑惑 他一直等着那两个神秘飞人再次出现 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 黄延秋都没见到他们的身影 第三次奇异的经历 成了黄延秋心中永远放不下的问号 这两个神秘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民间最多的说法就是外星人 因为在飞乡的附近 失踪事件的前后都曾出现过不明物体飞行事件 而黄延秋的三次经历 极有可能是外星人策划的 那么为什么外星人偏偏选中了黄延秋 而不是其他人呢 对此 原UFO研究会理事长孙世丽表示 外星人选择黄延秋 是因为他本身知识水平比较低下 对比于城市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 他可以更客观的反映出一些问题 央视走进科学栏目 就曾对于这件事进行了调查 但是在对于黄延秋的采访中 栏目组发现了其中一个经不起推敲的细节 黄延秋说 在第三次飞行时 两个神秘飞人曾带着他到北京的长安剧院 看过一场逼上梁山 而根据调查 长安剧院在黄延秋失踪那年 因为装修整改 从未刊媒营业过 为了证实黄延秋所说的情况 记者带着黄延秋来到北京市的一家测谎中心 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黄延秋的测谎未能通过 难道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黄延秋自己编造的吗 可是 这对于黄延秋来说没有一点好处 而且吕海生也真的在上海见到过黄延秋 这总不能做假吧 后来走进科学栏目 请了心理医学方面的专家 他们通过分析 认为黄延秋也许并没有撒谎 他也确实去过上海 只是去的方式并不是飞行 而是梦游 因为梦游而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去到完全陌生的城市的先例并不少见 如此分析的原因有三 一 虽说黄延秋两次失踪都去过上海 但是他什么时候去的却没人知道 而能够证明他到达时间的电报 也因为年代九远无法识别了 二 黄延秋两次都是在火车站附近醒来 那很有可能他两次都是在睡梦之中上了火车 三 黄延秋的第三次失踪跨越了19个省市 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 完全有可能是因为之前两次梦游的经历太过于离奇 所以潜意识里造出的一场梦罢了 这起事件的真相如何 直到现在依旧讨论不休 梦游世外高人 外星人都是我们不太了解的事物 也正是因为不了解 所以我们无法对于这些罕见的现象做出解释 人类究竟能否凭空飞行 黄延秋也许知道 但是和我们一样 他也在寻找 寻找那两个飞人 寻找一个真相 甚至与我们的好奇不同 他比我们更加迫切的 想要搞清楚这件事 即使他永远也没办法解开这个谜团 但是这种经历一定足够他一生去回味的 对此你怎么看呢 最后对非人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的官方公众号 老阴斗或者新浪微博 老阴斗鬼故事 回复非人二字 获取高严精高灯民的人物肖像 有情体是图像很帅 花之勿看